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各種聲音他隨時都可以表達 今天我們在會場內部非常的安靜 大家如果走到大門口 一大堆的抗議層次 這個時候也要警察來應付怎麼辦 有槍不能用 有手不能夠打 這個時候他必須要能夠柔性處理 忍辱負重 他能夠兼顧集會遊行社會安全的維護 以比例原則恩威並事 簡單的講解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 所以我們很慶幸從1994到現在 五次的市長選舉 每一次經過了以後都沒有暴動 贏的慶祝輸的回家 這也是我們在制度上 跟在選民的素質上 針對台北市的一個特質 他能夠再向上活力的一個具體的展現 台北除了這樣的一個特質社會文化之外 他還是一個公民社會 什麼是公民社會 有話直說 外面這些團體就是公民社會具體的一個展現 不滿他就表達 太陽花學運居然翻展了台灣的整體的社會 我們大家都不會相信 公民社會就是力量非常的龐大 他超越了政府超越了政黨 在網路時代他能夠快速整合 二十分鐘就能夠集結兩千到五千人 你相信嗎 不能小看 而台灣的公民社會的一個特質就是 我們都沒有想到一個十五歲的人 居然把二十歲的人當作一個上個世代 台灣今年的行為模式 我們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是政治問題 為什麼 他不爽就表達而已 他也沒有要推翻你 但是你真的不爽 他就推翻你 太陽花的學運 他剛開始就是一個社會公益 福茂條例在立法院 三個月沒有審查 就把它當作行政命令通過被查了 年輕人不爽 馬上集結318就集結了一大堆人 可是我們政府沒有認真的去傾聽 你讓他成為一個正義訴求 變成反福茂 反福茂又反了好多東西 最後不可收拾 我想這是一個世代翻轉 他求變的本質 我們怎麼去正視他 也就是說 世代翻轉他每次的主軸都是求變 當今社會五年就要翻轉一次 但是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求新求變了